赵丽颖和冯绍峰,离婚后两个对立的生活 赵丽颖和冯绍峰,两人近两年前离婚,分手后发展方向不同 在此期间,赵丽颖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功,保持了青春 而冯绍峰没有进展,而且有体重增加的趋势 见面前,赵丽颖和冯绍峰过着不同的生活 赵丽颖是一个自学的演员,而冯绍峰来自一个富裕而贵族的家庭 他们的爱情在电影《女儿国》和《No You Know》的共同努力中产生了 离婚后,赵丽颖专注于事业,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她不仅成为一个有实力和名气的演员,而且还保持了年轻和充满活力的外表 通过努力工作和保持健康,赵丽颖成为魅力和美貌的象征 然而,冯绍峰离婚后事业没有发展,也没有改变现状的计划 她倾向于体重增加,不重视事业的发展 这在离婚后两人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区别 赵丽颖已经从一个平民演员变成了一个有才华,有成就的明星 她的青春和活力是她事业和个人生活的亮点 尽管已经过了35岁,但赵丽颖的照片进一步证明她保持了光滑的皮肤 并保持着20岁时的青春 总体来说,赵丽颖和冯绍峰的故事就是两人离婚后如何发展的不同 同时,赵丽颖专注于事业,保持年轻 冯绍峰无法取得成功,往往受到个人问题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